大家好我是Benson 我现在在我之前公司的这个花店里面 然后我的前同事们他们正好在礼花 因为明天就是520了 所以这个视频想快速的给广大的男性朋友们 拍一个520的送花指南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平时我们这儿不是那么乱的 就是因为要过节了 情人节也好520也好 所以要进的花菜也特别多 所以地上会比较乱 但平时不是这样的 平时可是很美很美的 这是我们的花艺师Lily OK我现在想要给你三个就是男生的送花的情况 然后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帮我选花 OK 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在追一个女生 或者说我在暗恋一个女生 但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喜不喜欢我 然后我520还是想送她一束花 那我应该选什么花 那我建议你拿这种白色的干净一点的花来玫瑰 然后搭配一点那种 因为还没确认关系吧 也不能送太热烈的 我们就送清新淡雅的 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意就好了 所以是淡一点的玫瑰 因为这种送日常送朋友也可以 但是呢你有想在这样一个节日里表达自己的心意 就可以包一束小而精致一点的花束 就是哪怕恋人做不成 还是可以做朋友 作为朋友这一这一束清雅的花送给你也是可以的 对的就不要给对方有压力嘛 OK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跟一个女生约会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没有确定关系 然后我想在520送她一束花来确定这个关系 就是跟她说做我女朋友吧 那搭配这个场景我应该送什么花 那我比较推荐你这一款朱丽叶玫瑰 它呢就是比普通的红玫瑰啊 这些都没有那么常见 稍微就是花形啊颜色各方面都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它的名字也很特别 叫朱丽叶嘛 也有很好的寓意就比较适合送 就是表达你的心意 然后对方可能也会接受的那种 对然后它比普通的玫瑰 价格也会高一些 嗯就更显得 因为如果对方说答应了 那那一天的话 其实就是你们的恋爱纪念日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对吧 重视一点 对对对 还是要重视一点 那第三个男生送花的情况 就是也是比较常见了 就是说在热恋当中的情侣 那你觉得会应该要送什么样的花 热恋的话我觉得 那就直接就可以表达你的爱意了 送这种少药 送这种牛奶大力花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叫什么 牛奶大力花 对的 因为它的 这款大力花的话 就是比较罕见的 就是市面上可能也比较少见 一般都是农场供应的量 非常的少 像这种节日 我们也是提前订了很久 送热恋的女朋友的话 就是这种 我比较推荐 刚刚给大家介绍完各种场合 男生可以选择的一些花束 然后现在大家看一下我要准备送给女朋友的花 现在莉莉在帮我包 这个叫什么牛奶 大力花 牛奶大力花 这个是小药 小药 这个是黄炉 黄炉 对 蛮热烈的 这个朱莉叶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松虫草 就是它比较林冻一点 OK 就是所有适合热恋的花材 我都给你用上了 好看 OK我的花已经包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特别好看 好了 这期快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520快乐 拜拜